Hello 大家好 又來到第20集的比特幣加火 我是白兵 我是...我想說我是天明 我是光哥 我是比特幣加火 我是光哥 那今天呢 我們是不是這個比特幣是低位徘徊 看不看低位呢 近日低位 近日 近這一兩天再插 上星期我們錄好像是36000比特幣一粒 今天呢 剛剛好像穿了三萬元美金 蛤 即是變成二字頭嗎 2999 我現在再看見眼睛 是290多了 真的 跌穿了三萬元 那就是世界末日了 那怎麼辦呢 大家都很憂心 那還有什麼原因呢 基本上都不難尋找的原因 就是昨天有單新聞 昨天開始跌 由三萬四五五這些位 三萬三這些位 都開始叫做 站不站得穩 站不站得穩 接著穿了三萬三 三萬二 三萬一這些位 跌到今天 去到兩萬九 那原因就是 中國啊 我們偉大的祖國 出了新聞 就說禁止很多大銀行 就不可以跟虛擬貨幣 加密貨幣的相關公司做任何交易 就是清算啊 結算啊 存錢啊 各樣都不可以跟那些有交易 那這件事呢 就是由銀行自己出貨幣去說 因為政府的規範規管 所以我們不會再跟任何這些有關係 那這一下呢 是比較厲害的 厲害到是 普通散戶和營運商 即是那些交易所營運商 都不能跟傳統銀行有關係 那這個消息是來得厲害的 那這個消息就開始沉一沉 沉一沉之後呢 再加上有很多玩期貨的人 玩期貨的人 即是有得玩槓桿 然後多少倍多少倍那些 那再跌呢 那就叫做殺了他們倉了 那就是爆倉 再跌多一點 厲害一點 那整件事就去到今天 那就兩萬九 那那怎麼辦呢 大家 那講一講價位上面的分析先 那三萬元這個位呢 其實就由五月到現在六月 就本來是一個叫支撐位 站得穩的 那就可以安全地繼續慢慢上 但這個位都穿 再下一個位就很危險了 會再跌就兩萬八 兩萬四 會不會這樣呢 那其中一個叫做Robert Kiyosaki 即是羅什麼清奇 即是窮爸爸富爸爸的作者 叫什麼羅伯清奇 還是不知道 羅伯清奇 對 不知道什麼清奇 總之就是他 那他又說到 哇 等著兩萬四這個位就買貨了 那他又沒有說 邏輯原因為什麼會兩萬四的 純粹就是說 哇 如果去到兩萬四我就買貨了 那如果以技術分析 就兩萬八站不站得穩 站得穩就可以 看看可不可以撐住 然後站穩再上三萬 站不穩就大了 就去到兩萬四了 那什麼時候才到地板位呢 即是跌無可跌呢 真是沒有得預測的 即是低處未算低 你整天以為那些位置站得穩都不知道的短期 但是長遠來說呢 有很多網上的TwitterKOL YoutuberKOL 都依然是覺得 不影響過大形勢的 整個加密貨幣市場 因為他們網上的數據就是顯示 那些Bitcoin的用戶的錢包越來越多 跟著加密貨幣交易所裡面的Bitcoin數量越來越少 那所有他們立立就立 拿這些數據出來 都顯示其實牛市還存在 不過短期是很灰暗的意思 那我們要看 如果有入到課的朋友 在上個月就灰膠了 你又五萬多 六萬多 跌到現在 你輸了三份人了 所以為什麼我們這個台社說一句說話就是 你用你那些不等小的錢 不會影響到你生活的 就是你靜得出來的 你有空就玩一下 那跌都不開心的了 但是沒辦法 你坐著就坐著 坐著先 那會不會升回 世事無絕對 還有一些東西是有周期性的 那我長遠個人看法 就每四年都是一個牛市 那如果你現在坐著 不知道什麼時候會上班 給你多少信心 哭話你 或者怎樣形勢 但是你都挽回不了信心 不要緊 四年後又有一條好漢 可能又會有一個高峰出現到 那跟著呢 我今天看了一個 YouTube 小短片很搞笑的 有一個貴老 他在以前 不知道是不是以前 他總之拍了一條片 就說千萬不要買Bitcoin這麼多位 然後他拿一些歷史數據來說 2013年 大家看看 由幾百元跌到幾十元 再看看2016年 由幾千元跌到幾百元 然後再在2018年 你看 由兩萬元跌到三千元 千萬不要買Bitcoin 然後我看完之後 我笑了一笑 他說得對的 那些Bitcoin不斷跌 每年都有一兩下大跌 千萬不要買Bitcoin 到現在 就由六萬多跌到三萬多 然後我就想 是不是真的不要買Bitcoin呢 如果當年我由幾十元開始買 他怎麼跌 跌到現在 現在是不是還有幾萬元呢 我的邏輯是這樣想的 即每一次的低位 都比上一次的高位高 沒錯 而每一次的高位 都比上一次的高位高 所以就是 你怎麼看這件事呢 我都收到一些觀眾聽眾 DM 我就 是不是真的不要買 是不是還會跌 然後我回覆 其實我原意是另外一個意思 你想想 當初2013年是幾十元而已 Bitcoin一粒 現在是幾萬元 如果你當時買了 坐貨 假設坐 坐到現在 你都賺了幾千倍 但是那個Youtuber 純粹顯示一件事 就是 會跌的Bitcoin 幾百跌幾十幾千 跌幾百 幾萬跌幾千 千萬不要買 但是他有去的邏輯 最終我們歷史看回頭一看 每一次的低位都比上一次的低位高 高位也比上一次的高位高 那就放心 四年後我們再做一條好看 那是不是要去到這麼灰暗等四年呢 剛剛上個月才開始玩 就要等四年 這件事很可憐 那我覺得 講一點 好像剛剛扣了一條女 四年後才可以再見 講一點叫做開心一點的東西 如果你投資 怎樣開心啊 如果你賣一份保險 跟你說 給三年錢 五年後拿回 你總共給十萬 然後五年後你可以有十二萬 也有兩萬元 那你可能都會買這些保險 三批五 大家知道這些叫三批五 但是息口沒那麼高 你放五批可能是多 有五千 就是未必有兩批的 但是假設事情是這樣 你都發現你這個保險計劃是五年 那現在你這個叫做什麼比特幣計劃 四年 然後不只是給你入一次錢 你可以過個月進 那你保險計劃夠四年 你每個月一千元 你總共有多少錢 四萬八元 四萬八元 我都頗有信心 這四萬八可能會有一倍的 變九萬六 從歷史數據 就是每一次比特幣減半 都不只升一倍的 就是每四年 所以就變成一個長遠投資 還有我都頗主張的就是 短炒或者短期投資 是沒得予的 但是當你這件事 有雲觀一點點角度去處理的話 那你就舒服很多了 那今天兩萬九元那怎麼辦 入市咯 就入一千元咯 每個月做一個儲蓄理財 有很多坊間就銷售你 買基金買股票 怎樣儲蓄理財 買保險儲蓄理財 那現在你多個選擇了 叫買比特幣 我會有個聲明和重申 我不是那些註冊 什麼CPA 什麼財經 什麼財經 什麼都不是 純粹個人意見分享 那還有 你們都很明白到 這些一兩個月 比特幣是會大 是重跌 是可以令你損失金錢 那你未賺錢 就先明白到會輸錢 那你整個人更加坦然 那就輕鬆一點 坐了課 你有上班的話 有收入的話 你可以繼續進入 那說完這個中國禁止的新聞 那一點點提外話 差一點點 那中國除了禁止比特幣之外 還有禁止很多東西 他禁止Google 那他只有100元而已 沒有Google 那又禁止Facebook 他們沒有Facebook 那就禁止Amazon 禁止YouTube 中國禁止很多東西 那這些公司 是不是都死了呢 那不是的 那他現在禁止比特幣 比特幣會不會死 我覺得都不會的 那只不過在價格表現上 就是馬上很差的意思 但是如果你是一個 長遠的投資的話 退休計劃也好 還是旅行基金計劃也好 還是結婚基金計劃也好 什麼都好 長遠一點 那我就覺得 心裡面會舒服一點 好像那些 現在這些叫什麼 心理輔導師 就是你輸錢不開心 要安慰你 那又 不要說安慰了 而是大家同路人 有玩比特幣的話 大家都明白 你不是孤單一人 You never walk alone You never sit alone 你不是孤單一個這樣坐貨 那那些Google coin 表現如何呢 比特幣這樣跌法 Google coin 跌得更可憐 跌得更可憐 是比特幣由3萬3 跌到3萬 是跌10% 對不對 那麼 Google coin是跌10幾20% 因為他們的市值不大 所以下跌的幅度會更強 那就沒有辦法 都是有買Google coin的話 都你要錯誤 盛在我們 這個節目 都沒有講其他Google coin 都是講比特幣 那麼你們又玩這兩隻 那麼應該會 如果有玩的話 跌的話 都相對 跌得沒有那麼重的 嗯 那麼又玩Google coin 那些不要緊 有我在這裡 我跟你一起坐 坐到天方地暗 鬥場面都吊你們 是 看看進去怕 一路跌一路跌一路跌 這些是夠了吧 就是個人 每個人自己投資 什麼價位進去 就自己做功課 你對那些價位熟悉 他徘徊在這個位置很久 你覺得要入課 就等升 那就是自己做功課的事情 這些 如果是不幸 就在輸錢 那就是 一個心理輔導大家 那些 就聊聊天 圍一圈 坐在那裡 你又輸錢 我又輸錢 那大家圍爐取亂 那就 講完這件事 那就 講多一個 叫做中國四川 禁止礦場 那 這個是最新的新聞 這一兩日 但是 中國 政府去禁礦場 比特幣礦場 是不是一個新聞呢 就已經是上個月開始的新聞 那 基本上現在的礦工 內蒙 四川 新疆那些 都為了繼續掘礦的話 他們就會搬來中國 那可能去美國 澳洲 去不同地方 繼續他們的掘礦 那原因很簡單的 他們有很多設備 就是電腦 他們要麼一次過賣完 轉行 不可以做掘礦 要麼就拿著那堆資產的礦機 就打飛機去其他地方 繼續找一些再生能源的國家 繼續他們掘礦的工作 那這個是中國政府做的事情 那在開咪之前也有跟天命和白兵說了幾句 那中國政府在這些位置 都懷疑可能那些高層 政府高層 是不會玩比特幣 你本來礦場的算力 在整個世界佔了六成多 那基本上你已經是壟斷了整個比特幣的基層 的生產 如果你好好的 就是中國政府的高層 可以把握著這個世界性的優勢 那它可以賣很多東西出來 就是控制比特幣的價格 都可以 你的礦工挖完那些比特幣出來 不能賣出市場 要他們拿貨 那麼比特幣的價格可以推到很高 或者可以叫他們不斷放貨 賣到價格不斷跌 其實他們已經可以控制比特幣的價格 能夠美國華爾街那些傢伙 但是中國沒有這樣做到 非常好 中國政府不玩這些事情 也錯失了一個控制全球的機會 最大的原因就是他們推他們的數字人民幣 在數字人民幣面前 我們自己中國政府搞出來的事情 不可以有其他所謂的貨幣 站在旁邊 廣盡殺絕 只有我們自己研發的東西 就要推廣到全世界 世界不應該打擊比特幣 應該要打擊我數字人民幣 那他的野心很大 這個數字人民幣的研發 因為至少他短期的目標 是想整個東南亞都可以用這個數字人民幣做結算 那就在經濟上各樣東西就做到一個壟斷 或者叫做一個控制 這個是他的野心 但是本身他把牌是可以怎樣呢 又控制比特幣 又控制數字人民幣 又控制東南亞 那就是whatever 這些小小題外政治事情 那就叫做 講一講 那還有些什麼可以提一提呢 講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講一些好小小的事情 講好小小的事情是講什麼呢 沒有 怎麼會這樣悔悅 原有什麼好東西說 現在講什麼好東西都不成真的 天天不停跌 那如果講好一點的事情 其實勉強講 都不算勉強的 之前我們一直提著7月1 這個回歸 除了香港 還有就是德國這個立法 可以通過這條法例 就是德國的金融機構 可以最高用他們20%的資產 去買入加密貨幣市場的資產 那這一筆錢其實都大 現在差不多10天左右 就到7月1 那看一下 德國那些金融機構 會不會有一個大力的注資 那就 令到這個市場可以有新錢去活躍一下 那而美國那方面又有一些立了例的東西 就是挺好的 那Coinbase上了市大家都知道 那然後有幾間金融機構 退休基金的金融機構 跟Coinbase有合作 就是他們的退休基金 是可以放一定的% 下去加密貨幣市場上面 那這個消息 是不是大消息呢 我個人看法是大的 為什麼會大發呢 退休基金某程度是 你不能夠接受一些風險程度很大的投資 但是現在容許可以進入這個加密貨幣市場的話 就是代表 要是那些基金經理人 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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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 再側近一點的好消息是什麼呢 以太幣會upgrade network 7月14日我們中國的軌跡 然後Bitcoin的自己的infrastructure 11月就會upgrade Taproot這個名字 就是upgrade的名字叫Taproot 那又是提升一些交易容量和交易速度 那這些好消息會不會在未來的半年發生呢 那就 生命以待 短期 怎樣看價格其實都沒有人可以回答你了 就是水晶球究竟會繼續跌還是會回升呢 不知道 但是7月1 就是明顯有一條德國法例可以被人扔錢進來的話 那7月1會不會是一個可以回升的理由呢 還有現在有很多 有一個新聞 三戰資本的創白人 三戰資本是什麼呢 就是一間VC firm 就是那些創投的基金公司 專門投資進去加密貨幣市場 那又訪問到他 那你怎麼看啊 接下來是不是紅市啊 就是繼續跌啊 那他就說了一句 那很多機構其實都有很多錢在手 那他們現在是觀望態度 他們在等一個位去買入的 那市場去到一個低位 他們心目中的價格了 那他們自然會買入的了 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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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要等那個價格 那那個價格可能未到他們心目中呢 那所以就未買住 那一買那個價格可能就會推上去 當然有一個好 就是剛剛說到說沒有好消息 那就是未算的 那講一講那個狂人 Michael strategy 那個創辦人 Michael Michael Seller 那他就發完債了 那就扔了幾億 到這個Bitcoin那裡 買了 他成本價是多少呢 他成本價是三萬七美金 那就是星期一買 那就是昨天 那你有沒有立即坐 他昨天三萬七入了 今天就兩萬九了 有些這樣的叫做美國上市公司 都跟你一起坐 現在你立即心都定一定 那人家是買幾億貨 那我們就買幾千元幾萬元幾十萬 怎麼都不夠厲害的了 那就叫做 有些少少一起坐 都是那句 那他入貨就托不到那個市 那沒有辦法 那總之有任何新錢注資到 這個加密貨幣市場 都希望能夠推動回它 那這個是叫做 大家都很希望發生的事 那又講完這些叫做硬新聞 或者是後市看法 那我上幾集都有提到的 後市看法是怎樣的 就是一個叫做震蕩區 我本身的看法是什麼呢 就是一粒比特幣三萬元美金 去到三萬九這些位置 都會維持在幾星期幾個月內徘徊 那又上完就下 來完又上 那今天就穿了三萬了 那接下來會不會再穿呢 就是不知道 那我們依然可以保持著那個策略的 每個月平均成本 那就是 就是如果你視它為一個投資的話 就是每個月入些當作存錢 那就不影響它 就是中間它的價格升升跌跌 其實都不太影響的 因為只要夠長遠 也是上升趨勢的話 那你最終的回報是會不錯的 那這個策略大家保持著 還有閒錢 就是你人工一份收入 你拿10% 5% 多少%自己控制 總之閒錢去玩的話 那都會心安理得的 坐得 那這些是關於各策略 就是後市怎樣處理的策略 那就還有些什麼說的 今集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吧 可以說一兩下台務 有很多人問7月的時間是怎樣 那是未定的7月的時間 那就 接下來會一個新手班 和一個新手班2.0 相信7月 那月頭月中月尾都未定 看看預訂場的日期是拿到哪一天 先再公佈給大家聽 那還有場地是會有限的 名額只有20個 那大家把握機會 那越來越多人快手地報名 剛剛對上一次是 30分鐘內就已經報了 那就把握時機 那我會出IG的Story和Post 告訴大家 那內容都會在Story和Post裡面 分享些什麼的 那就是這麼多 那今集都差不多 差不多了吧 差不多了吧 那下個星期再見 再見 再見 拜拜 們